新北市政府办理111年下半年高风险性工厂联合安全检查专案 由消防局、金发局、公务局、环保局以及劳动检查处组成联合检查小组 针对新北市高风险性工厂以及疑似串街使用液化石油气容器工厂等场所执行检查 这几天新北市消防第六大队也和各局处针对辖区内大约1000多间的工厂进行抽查 进行高风险工厂联合检查 那检查的项目针对它所使用的一些化学品 还有液化石油气串接的情形进行检查 那检查的项目包含了有消防安全设备的一些项目 然后还有建筑物公共安全 那化学品的一些使用液化气体使用的一些情况 然后还有它的厂区的平面图去进行去做一个检查 那目前陆陆续续要将在本月有分三个阶段 共九家场所进行这个高风险的联合检查 新北市政府跨局处工厂总体检启动 消防局第六大队带队就汐止金山万里以及瑞芳等区的工厂进行检查取缔 重点项目包括消防设备以及化学物品放置储存以及使用情形 而机查下来大部分都是文件需要补件的一些缺失 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检查 这样让这些高风险性的工厂 包含它的消防安全建筑物公共安全 职业安全卫生等项目都能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定 也确保民众的一些安全 目前检查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些小设备的一些缺失 或一些文件上的不足 那我们现场就已经请那些厂商直接去做更正 然后去做更换的一个动作 那相关的检查项目现在已经都符合规定 消防第六大队辖区内工厂上千间 这次专案预计执行抽查其中九间距高风险性场所 除了就相关法令规定执行检查 同时与业者互动 提醒场所防灾观念的重要 检视潜在高风险因子 强化预防工作减少灾害发生 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